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參加我們的飛輪運動 今天呢 我要給你們介紹一下 飛輪怎麼樣去做一個調整 你在踩動的過程當中呢 你才會踩得舒適 然後可以運動到 又不會受到運動的傷害 首先我們第一個要調整的是 你整個飛輪的座椅的高度 你的座椅的高度請你踩在架子的兩側 將你的大腿抬高之後 你會發現你的大腿會高於椅墊 但是你的椅墊呢 剛好是在你的肌肉的中間 大腿肌肉的中間 所以這樣這個太低了 等一下要調高一點 最高點的時候 在大腿的中間 鎖緊 旋鈕 當你上車的時候 請你將你的單腳先踩好在踏板上面 另外一隻手握住握把 另外一隻手握住你的椅墊 穩住之後坐上去 踏板整個往前抵住 尾椎骨做滿後面的椅墊 稍微抄出去一點點沒有關係 好 檢查一下你的膝蓋 在最低點的時候 腳底板有點往下壓的感覺 但是膝蓋是保持微彎的 這個重點 不要讓你的膝蓋彎曲太多 或是完全的伸直下去 如果伸直的話代表你的椅墊呢 太高了 如果彎曲太多呢 代表太低了 所以要重新再做調整 像這樣的高度 下去 彎曲的 是剛剛好的 好 請你慢慢的下車 我們要調整一下就是你的 椅墊的距離 那椅墊的距離呢 關係到的就是你膝蓋和你的腳尖 那椅墊呢 你可以往前調整或是往後調整 好 檢查一下你的膝蓋在最高點的時候 尾椎一樣是坐滿 膝蓋在最高點的時候 那你的腳尖大約是成一直線的 但是你的膝蓋會抄出去一點點沒有關係 像我這樣子已經是差不多了 但是我們可以再稍微往後調一點 好 整個尾椎骨做滿之後 最高點檢查一下 膝蓋大約在腳尖的正上方 第三個我們要調整的是我們把手的高度 把手的高度呢 大約跟你的椅墊是平行的 椅墊是平行的 像這樣是太低的 你在騎的時候重心會往下壓 你的頸部會很不舒服 所以我們要調高 一樣是鬆開你的旋鈕喔 稍微調高 再選頸 確定好 肩膝蓋 固定好之後呢 請你再一次坐上來 腳踏板先穩定住 從內側踏上去 固定好 尾椎一定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超出去 好 雙手在第一位置的中間這邊 檢查一下 你自己的距離 會不會覺得舒服 膝蓋 腳尖 手肘 和膝蓋 高度 如果你覺得你的腰部會痛的話 麻煩將你的把手提高 一個拳頭以上 像你的高度提升之後呢 你的重量就不會完全在前面了 那你在踩的時候呢 跟剛才的姿勢又不一樣 重心就會比較提高了 會比較舒服一點 如果你覺得你會很不舒服的話 就盡量讓它調高 但是差不多大約在一個拳頭以上就可以了 最後一個要調整的就是你的手的距離 像這個距離你可以發現 你的背 整個背伸展開來的 你會很不舒服 所以我們要往內做調整 往內做調整的時候呢 你的手肘大約在膝蓋的正上方 所以你的把手要往內 確定好 坐上來 尾椎 好 雙手在第一位置 檢查一下 肩膀放輕鬆 肚子稍微往內收 這樣的感覺 肩膀不要聳肩 放輕鬆的 好 這樣就是我們調整好的姿勢 當你在騎乘的時候 累了 不舒服了 想要休息 第一個動作 煞車往下壓 不要透過你的膝蓋去控制 你的膝蓋去控制 它會受傷 所以在騎乘的過程當中 你要休息 下來做調整的時候 煞車往下壓 身體再起來 我們再下車 這幾個步驟呢 能將你這個飛輪課程 很完美的展現出來 但是你要先 從你的安全去著想 下來的時候 一定要將你的旋鈕往下壓 讓你的飛輪完全的靜止之後 再下來 等一下就是我們的飛輪課程 好好的享受吧 可以 剛剛BK老師已經介紹過 整個車子 怎麼樣的調整 這樣我們大概就是上課的時候 所需要的位置 還有阻力 可以 第一個位置 坐姿 把你的手橫放 在你的握把上面 好 那你肩膀 往下離開耳朵 手肘 手肘微彎 稍微靠近你的身體 然後把你的腹肌稍微拉長 收緊 臀部往後坐滿 好 第二個位置 會握在黃色的握把上面 好 讓你的重心稍微低一點點 就是我們要衝刺的時候 所需要的位置 OK 好 第三個 衝刺的時候更強的位置 要讓你的身體更低 握在中間 橘色的位置 好 最後一個是站姿 先把你的阻力 加重之後 然後把手 往前握在最前面 紅色的位置 好 慢慢站起來之後 就讓你的臀部 稍微往後一點點 讓你的臀部 可以輕輕地碰到坐墊 可以 這是我們的四個 所有的四個位置 好了 準備好了嗎 我們準備我們 今天的課程的開始 再一次的檢查你的 袋子是否完全 拉緊扣住你的鞋子的部分 那準備把你的雙手 放在我們的 綠色的第一個位置 開始 當你都準備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準備 今天課程的開始囉 好 慢慢地 雙腳開始 輕輕地 踩動你的雙腳 慢慢地轉動你的重量 感覺到你的雙腳 是順順地 往下延伸 而是有一點點的力量 保護你自己的膝蓋 把你手肘關節 放輕鬆 把肩膀放鬆往下 好 腹部肌的收緊 挺直你的背部 好 用愉快的心情 慢慢地啟動你的雙腳 好 一樣慢慢地 雙腳繼續踩動 讓你的身體慢慢去習慣 這樣子的節奏 雙腳慢慢跟著我們的 飛輪機器 慢慢地轉動你的雙腳 對 膝蓋盡量保持 肩膀輕鬆 肩膀記得不要越踩 肩膀越高 把肩膀再往下 身體稍微再挺直 腹部再收緊 很好 記得配合著你的呼吸 會讓你整個課程更順暢 記得用鼻子吸氣 用你的鼻子嘴巴吐氣 好 試著把雙手 放到我們的黃色的位置 慢慢地雙腳跟著節奏 一 二 一 二 不用太快 慢慢地 現在還在暖身當中 所以你不需要急 好 再試著慢慢跟上來 一 二 一 肩膀放鬆 身體挺直吐氣 呼吸的調整很重要 在現在課程的開始 暖身你不需要急得抬太快 好 留一點體力在後面 好 慢慢地再稍微加快你的雙腳 一點點就好 不用多一點點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感覺到你雙腳到腿前側 微微地用力 手肘關節要放鬆喔 手肘稍微夾一下 不要越來越快 手肘夾進來 肩膀往下壓 慢慢雙手回到第一個位置 放輕鬆踩對 保持 緊支點的背部 隨時記得你的肚子是手緊的 不要駝背 肩膀放鬆往下 很好喔 繼續維持 記得鼻子吸吸 鼻子嘴巴吐氣 好 我們再試試看管理的重量 再加一點點 把手再放到我們的黃色位置 稍微 對 踩動你的雙腳 腳尖不要往上勾喔 穩住 體重 肩膀才放鬆一點 你的雙腳踩動也不能過慢 稍微跟著 一 二一 二 一二一二 慢慢放鬆 回到我們的 綠色位置 但是手放鬆 腳沒有停下來 繼續加油 速度稍微更一下 一二一二 肚子再收緊一點 挺直腻的背部 把肩膀稍微往下壓 有一點聳肩哦 好慢慢的 身體輕輕的推下腳 繼續哦滑動 身體放鬆 好你的熱身已經結束了 現在我們要開始正式的運動了 將你的雙手來到第一位置 好将你的臀部往後坐 確定你的尾椎 超越你的椅墊 肚子要往内收 肩膀放輕鬆 好視察一下 感覺一下 你的膝蓋 對準你的腳尖 你的力量 在大拇指內側 到腳後跟 你的肩膀是放輕鬆的 仔細的 跟著你的感覺 大口的深呼吸 慢慢的吐進 這一首歌呢 它會從平地開啟 到中間會有一個爬坡 再回到中間這邊下來之後 有一個平地 所以我們的把手的位置會在外圍 還有這邊綠色的位置 還有中間橘色的位置 加油了各位 我們要準備開始了 好將你的重心稍微放下來一點點 天膀放輕鬆的 稍微加快 跟上音樂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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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你的阻力 平地的 增加一點點 如果太重了 就把它放鬆 如果太輕的話 我們就稍微加重 不要讓你的速度變慢 確定好你的阻力 確定好你的阻力 大尾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 就是跟著我們 和SKY 如果你覺得很累的話 跟著我們的NICKY老師 你可以放慢你的速度 休息一下 確定好你的動作 大口的深呼吸 雙手來到外圍 黃色的位置 手肘彎曲的 好 請你眼睛看一下你的腳尖 檢查一下你的膝蓋 不要往外打開 稍微有點往內收的 好 感覺一下你的大拇指内側 好 看一下你的肚子 有沒有往內收 好 請你看到前面 跟著 記得保持笑容 不要讓自己太累 重心壓低 稍微加快 你的目標在前面 記得你的肩膀是放鬆的 好 看一下你的腳尖是不是夠快的 增加一點點的阻力 有點累了 有點痠了 記得有兩個選擇 你可以休息或是跟著我們 核心要縮緊 你的速度才會出來 還有20秒的 跟著你自己 確定你的動作 大口的深呼吸 速度一定要跟上的 撐 雙手來到第一位置 綠色的位置 速度放慢的 1 2 1 2 重拍選擇一隻腳 阻力加重 我們要爬坡上去 欸 不要太重喔 不然等一下後面會踩不完 1 2 1 2 選擇一隻腳往下的 握好 待會我們的雙手會在 第四位置 紅色的位置 當你站起來的時候 雙手要在這邊 1 2 1 2 來 雙手來到紅色的位置 站起來 好 確定一下 你的速度是不是太快了 欸 跟我一起 1 2 1 2 力量在腳後跟 到大拇指內側 你的身體 放輕鬆的 臀部輕輕的繃到椅墊 欸 Good 好 來 雙手來到第一位置 重心稍微抬起來 坐下來的 有沒有感覺很累 累的話怎麼辦 休息 或是跟著我們一起 雙手 再次來到紅色 站起來 我們等一下準備坐下 又回到平地 又回到直線 記得你的主力 一定要放鬆的 來 第一位置 坐下來的 放鬆 上半身 上半身抬起來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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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是直線的 速度要跟上去 記得肚子要往內收 雙手 雙手來到第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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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往後座的 手肘彎曲放輕鬆的 增加一點點的 增加一點點的 足力 平地的 平地的 雙手 來到外圍 黃色位置 重心 跟上速度 或是維持你的速度 看一下你的腳尖 檢查一下你的動作 待會會有一個休息站 讓這邊衝完 你就可以休息了 第一位置 上半身抬起來 看到前面 速度一樣維持 速度一樣維持 試著 壓煞車 上半身抬起來 Recover 深呼吸 最後一次的衝刺囉 雙手來到中間 舉手位置 主力稍微加重 加速了 力量和核心收到中間 看一下你的腳尖 整個往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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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一下你的肩膀 放下來的 檢查一下你的臀部 有沒有在後面 最後的時間 終點就在前面 目標快到了 兩個選擇還記得嗎 你可以休息 或是維持 壓煞車 休息一下 喝一下水 你流汗了嗎 可以準備下一段 爬坡的 站起來就是加重 坐下來就是休息 放鬆你的主力 如果你覺得膝蓋會痛的話 不要站起來 坐姿 上半身立起來 這樣子踩就可以 但是如果你可以的話 站起來 跟著我們一起 往上的 好 請你坐下來 將你的主力 調整到能爬坡的主力 我們就開始 主力 主力增加 爬坡的不要太重 你要給自己一個目標 我每次的挑戰都要加重 坐下來就是休息 1 2 1 2 第一位置握好 綠色的位置這對你很重要 手肘不要往外打開 我要打開身體會往外晃 往內的 增加一點點的阻力 增加一點點的阻力 爬坡起來的時候 你要注意到膝蓋 不要讓它太輕鬆 要有點重量的 紅色的位置 4 3 2 1 2 up 跟上 1 2 1 2 不要太快 臀部輕輕的碰到一片 看一下這邊 你的身體 1 2 1 2 不是這樣 對了 你的臀部有輕輕的碰到嗎 第一位置 坐下來放鬆 休息一下 對 對了 上半身抬起來 後面也是一樣的模式 但是你要按照自己的水準 你可以坐著就好 不要站著 第一位置 增加阻力 爬坡的 1 2 1 2 紅色 4 3 2 up go go 你的臀部有左右搖晃嗎 檢查一下 保持在中間 手肘彎曲了 確定 你的身體 維持在中間 後面還有一個休息 稍微還有一個休息 所以不要怕 第一位置 坐下來放鬆 上半身抬起來 recover 深呼吸 好 手動一動甩一甩 第一位置 來 第一位置 準備 加重 紅色 預備好 4 3 2 1 2 1 2 Come on 膝蓋保持微彎的 重心留在中間 有點後面的 你的挑戰 通過這邊 就會休息了 你的目標 撐過這裡 跟著我們一起 1 2 1 2 第一位置 坐下來 休息了 緩和一下 你可以補充一下殼分 等一下我們就要開始了 還有10秒的 主力一定要調整好 增加 一點點 紅色區域 第四位置 4 3 2 8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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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查一下你的臀部 你是不是在前面呢 往後一點點 撐住 你是不是忘了我一下 大口的深呼吸 身體 1 2 1 2 第一位置 對 休息 上半身抬起來 記得我們休息吧 Recover Pull 手甩一甩動一動 我們需要最重的主力 來吧 第一位置 很喘很累 加重 Beat 第三位置 上去再第四位置了 跟著 起來 如果你覺得還太輕的話 再增加一點主力 如果你覺得很不舒服 坐下來休息沒關係 最後一段喔 最後一個時間了 第一位置坐下來的 主力不變 主力不變 最後三十秒 我們準備要往上的 加重你的主力或是維持 第四位置 起來啦 跟著 休息 休息一下 坐下來完全的放鬆 接下來是我們的間歇訓練 等一下會狂流汗 狂飆汗 所以如果你覺得累了 隨時休息一下 補充一下你的水分 擦一下汗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 跟著我們 休息 衝刺 休息 再衝刺 給自己一個挑戰 當你每次休息完之後 加一點主力 坐在飛輪上面 努力的往前衝 這樣你就成功了 你就完成了 謝謝 開始吧 雙手來到 第一位置 很輕鬆的踩動就好 完全沒有主力 完全的放輕鬆 將你的尾椎骨往後做 肚子往內收的 握好你的把手 想像一下 這個音樂帶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回家你可以自己找你想要的音樂 想像一下 很熱情 所以你的速度要稍微加快 稍微加快了 會不會太輕 加重一點點主力 在平地的 有點重量 不要讓你的腳空彩了 你的重量不要在前面 我們要讓你的重量再往後推一點點 肚子往內收的 雙手 來到黃色區 你的速度要跟上囉 選擇一隻腳跟上重拍也可以 如果你覺得還是太輕鬆的話 再加一點主力 有點重量喔 但是你的速度不會變慢 他回到衝刺的時候 雙手會到中間 會到第三位置囉 請你雙手來到中間 握好 眼睛 看著腳尖 衝刺 感覺一下你的膝蓋 不要碰到你的手肘 加油 往前往下踩 往前往下踩 還有十秒的 目標要達成 中間會讓你休息 加油 更快的速度 放鬆 放鬆 慢的 回到第一位置 喔 上班攀登抬起來的 衝刺核心一定要收緊 手肘要往內收了 你的主力要再加重一點點 第一位置 加快你的速度 外圍黃色區域 加重你的主力 你的手肘有彎曲嗎 屁股要往後做嗎 中間 衝刺 重心又壓低起來 肚子要往內收 好 看一下你的腳喔 可不可以跟著我們的節奏 如果你累了 休息 如果不會跟著我們 快到了快到了 Easy 第一位置 慢的 還有一個喔 十五秒而已 用最快的速度 用最快的速度 中間 GO 速度 十五秒而已 五 四 三 二 第一位置 第一位置 上半身抬起來 喝一下水 後面還有時間 所以你不要急 你可以坐著休息久一點 但是可以的話跟上我們 來吧 第一位置 跟上速度的 外圍 重心稍微壓低 中間一點主力 中間 中間 重心壓低 你的肚子有收緊嗎 你的膝蓋有有點往內嗎 撐住 有沒有看到你的汗 這就是你努力的成果喔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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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y 好 休息一下 還有一次衝刺 中間 準備 對 GO 你現在的腳很痠 你現在的身體很喘 但是你必須去克服 這是你的挑戰 沒有人可以取代你的 Easy 第一位置 第一位置 上半身抬起來 最後一段了 衝刺 休息 衝刺 休息就完成了 緩和一下 聳肩 深呼吸 慢慢的吐氣 第一位置 外圍黃色區域 中心壓低 中間 GO 離路到底囉 目標 將要完成了 最後的時間 中拍 跟上的 好 STOP 放鬆 緩和一下 腳不要停 讓你的學意打回來 要打回來的 大口的深呼吸 流汗 Good 好 我們接下來下一手 要讓你的強度稍微再提升一點點 OK 現在的情境是 你要怎麼樣超越前面一個選手 所以你會稍微讓你的速度稍微快一點點 但是你的阻力會比第三手爬上的時候稍微再輕一點點 OK 準備好了嗎 可以身體慢慢的往前 放在綠色的握把上面 放在綠色的握把上面 好 按你的阻力 稍微調整一下你的動量 他腳踩起來讓你的大腿 讓你的肌肉感覺有點壓力 可以現在往右稍微加一點點 阻力 跟上節奏 1 2 1 2 這樣放鬆你的肩膀 可以往右再加一點點 OK 這樣調整呼吸 還呼吸跟著你的腳的節奏 OK 放鬆一點點 記得每一次的放鬆 不要放得太多 大概維持一半的重量 放鬆你的肩膀 手都微彎 這樣靠近你的身體 靠近肋骨 可以往右一點點的阻力 這樣沒有駝背 這樣讓你的身體推高一點點 可以準備好了嗎 要往上 可以再加重一點 手 往前站起來 在紅色的位置 這樣讓你的屁股 稍微往後一點點 親切碰到坐墊 還有嗎 維持主力 手會到第二個位置 慢慢坐下來 來 可以再次往上 稍微再加一點點 過拳的維持 好 那臀部往後 注意你的節奏 維持主力 坐回到第二個位置 黃色的位置 有手間 好 身體稍微再低一點點 不要感覺腹肌 感覺核心 可以手會到第一個位置 綠色的位置 放鬆 稍微休息一下 還是要維持一點點的阻力 可以平衡你的身體 可以往右一點點 不要加太多 放鬆 然後隨著注意你的膝蓋 腳尖 朝向身的正前方 準備好了嗎 可以再加重一點 準備往上 好 放鬆 把胸停起來 這樣感覺你的屁股 大腿後側肌肉 可以坐 維持主力 來第二個位置 可以黃色握把 可以再次手往前 站起來 Let's go 肩膀 再放鬆 要把胸停起來 可以坐下來 回到第一個位置 放鬆 再維持一半的重量 還有嗎 不要忘了呼吸 肩膀 再放鬆一點點 可以加一點點主力 最後一段 最後的衝刺 加重一點 加重一點 手往前 站起來 這樣沒有駝背 在身的重心 往上 往後推 可以選擇維持主力 或放鬆一點 可以坐下來 在第二個位置 我覺得太重的話 可以跟妮可老師一樣 可以挑戰主力 往上 可以選擇維持主力 或放鬆一點點 回到第二個位置 坐 最後一次 再加一點 往上 往上 各位 剩下三十秒 可以選擇維持 或是放鬆一點做 我要第二個位置 好 全都可以選擇維持 把手放在中間 第三個位置 重心低一點 手放在肩膀 然後手放在膝蓋 4 3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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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首先回到第一個位置 放鬆 慢慢坐起來 肩膀 可以手甩一甩 Good 稍微休息一下之後 進入我們的速度 只有一小段的衝刺 一小段的休息 衝刺 休息 最後的衝刺 就結束 這一首歌 準備好了嗎 讓你的身體慢慢的往前 放在第一個位置 綠色的握把 然後加一點點的阻力 讓你腳踩起來有一點點的中間 去平衡的身體 輕鬆 用你最舒適的節奏 輕鬆往前踩 先調整身體肩膀 現在往下 用聳肩 把胸停起來 收到微彎 靠近了肋骨 腹肌 肚子收緊 屁股 再往後坐滿 膝蓋 腳尖朝前 給家裡的阻力一點點就好 給家裡的阻力一點點就好 維持速度 輕鬆 待會 直接讓音樂 帶領著你 加過你的速度 再加一點點 不要加太多 因為這一手是速度衝刺 沒有爬山 肩膀 再放鬆一點 好 用你的呼吸 可以稍微按你的速度增加一點點 好 現在隨時感覺你的身體是穩定的 沒有聳肩 可以以你身體的狀況去調整 你的強度 待會如果你覺得身體狀況還不錯 這樣挑戰速度 但如果你的狀況不是很好 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恢復一下 給稍微往右加一點點主力 給稍微往右加一點點主力 感覺音樂 有維持速度 手 放了往前 在第二個位置 黃色的位置 彈的重心 稍微低一點點 試著讓你的肩膀 試著讓你的肩膀 放鬆 好 可以準備好了嗎 一小段的衝刺 將於最快的速度 跟上節奏 OK Let's go 加快 要慢慢的注意 放在你的大腿 要慢慢的注意 要慢慢的注意 維持速度 還有嗎 撐住 15秒 可以速度放慢 手慢慢回到第一個位置 綠色的握把 放慢 呼吸 再放鬆一點點 只要維持一點點的阻力 不要完全的空踩 身體慢慢坐起來 呼吸 挺胸 肩膀 往後繞圈 手摔摔 還有雙手往後抓住握把 挺胸 可以打開肩膀 雙手 往上延伸 肩膀往下 可以 手放下來 現在身體慢慢的往前 在第一個位置 然後維持 這樣慢的速度 肩膀重新調整身體的位置 那核心 臀部 膝蓋腳尖 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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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前面 有一些幫助 冷靜 enemrei 這手頭保持一點點的微彎 不要完全的鎖醒 再加一點點 手往前 維持速度 在第二個位置 黃色的位置 最後小段的衝刺 只要各位準備 加快的速度 GO 快結束了 快結束了 不要放棄 速度慢慢的慢下來 速度慢 手頭到第一個位置 放鬆 身體慢慢坐起來 再次肩膀放鬆 吸氣 帥帥 good 我們最後來到最後的一手 爬山 然後讓你的強度挑戰 訓練大腿跟你的屁股 準備好了嗎 身體慢慢的往前 一樣回到第一個位置 然後加點阻力 讓你的大腿感覺你的重量 最後一手 不要再保留你的實力了 OK 阻力一點點 那麼身體稍微推高 肩膀往下 然後感覺多一點腹部 核心的力量 然後感覺大腿 就往前 往下踩 然後感覺有一點點推的力量 再往右加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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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現在準備 不要往上衝了 加油 多一點阻力 多一點阻力 手往前 紅色 UP 讓你的屁股再往後一點點 輕輕地碰到坐墊 要維持肩膀的水平 good 再加一點 大牛兩個選擇 第一個 維持阻力 第二個 跟NIKI老師一樣 放鬆一點 手回到第二個位置 坐下來 可以選擇 維持 放鬆一點 感覺大腿 大腿的力量 用力各位 可以 可以守回到第一個位置 綠色的放鬆 維持一半的阻力 呼吸 呼吸 往右一點點的阻力 不要讓你的強度 循序漸漸漸的往上 可以 可以 阻力再加一點 學起來保持身體穩定 手在紅色的位置慢慢的站起來 速度慢 稍微恢復 站姿休息 可以稍微讓你的屁股往前一點點 身體往上 減輕你下背的壓力 減輕你腰的壓力 接下來 直接往前 加點阻力 TEMPO LET'S GO 把中心稍微往後一點 可以訓練到你更多的臀部 你的大腿後側 主力 那你覺得太重的話 可以選擇維持主力 可以往後坐下 放鬆 恢復 回到第一個位置 肩膀 胸 大口呼吸 一點點的主力 一點點就好 就要每一次加阻力的時候感覺大腿的變化 可以加重一點往上 LET'S GO 最後一手的各位 挑戰 加一點點 一點點 這一點點 這一點點就是你進步的動力 這一點點就是你進步的動力 維持主力 坐下 回到第二個位置 回到第二個位置 讓你的肩膀 肩膀放鬆 再加點挑戰 往上 身體 身體穩定 呼吸 感覺大腿 屁股 身體再往後一點點 最後的十五秒 最後的十五秒 稍微讓你屁股往前一點點 身體高一點 到最後八秒 各位最快的速度準備 加快 LET'S GO 四秒 四秒 後 慢慢的坐下來 放鬆 Good 可以坐起來 好 持續保持你的雙腳是轉動的 而你的雙腳沒有馬上停留下來 因為避免乳酸的堆積 所以請你保持雙腳繼續踩動 而你踩動的速度跟重量 用你最輕鬆的方式去呈現出來 所謂的重量 你不要讓你的雙腳完全是踩空的 盡量保持讓你的雙腳的力量的穩定 是可以讓我們的身體是保持平衡的 好 慢慢的還是一樣把你的雙手回到我們的 綠色的一號位置 腹部還是收緊 稍微把臀部往後推 肩膀放鬆往下 腳還是要持續踩哦 用你最輕鬆 最愉快的方式 幫助我們把肌肉放鬆 身體不要左右的搖擺 還是腳尖 稍微往側斜下 用大腿的力量把你雙腳輕輕抬開 跟著節奏慢慢的 心情越來越快了 經過剛剛的爬坡 平路翻山越嶺之後 來到了回家的路上了 好 再放輕鬆一點點的雙腳 沒有感覺到雙腳變輕了 你的重量不需要加到太重 你只要感覺到你的雙腳 是有一點點的力量 可以幫助保持身體的平衡 那就穩定了 肩膀再往下壓固定好 在這裡你可以做一個很好的深吸氣 很好的深吐氣 去幫助我們把心跳的速度 慢慢的降下來 你不需要轉動太快你的速度 順順的穩穩的慢慢的把肌肉放鬆下來就好了 一樣的動作 為了讓你的肌肉稍微放輕鬆一下 我們把我們的阻力稍微轉動半格 很好喔 維持這樣子動作 非常好 加油 堅持到最後 你是否感覺到你的雙腳慢慢的隨著節奏 讓你的肌肉慢慢的穩定下來了 好慢慢把身體慢慢的力量往上推高 身體拉上來 步步收好 雙腳記得保持穩定喔 還是持續的活動 慢慢的鼻子吸氣 鼻子吐氣穩定力量練習 好肩膀向後轉動 深深的大口吐氣 慢慢的雙手往後 固定在我們的坐墊位置 把胸口提起來 看著天花板吐氣 在這裡你可以做一個身心 深吐 再一個身心 深吐 好慢慢下巴收矮 看著前方 食指交控 把身體往上拉長 一點點的笑容 讓你的心情更愉快 左腳慢慢的往下 讓你的右腳伸高 左手固定的膝蓋的位置 右腳往後看遠 右手向後抓著一臉 腰部旋轉 往後看遠 一樣的動作 慢慢的 換腳身體旋轉就好 左手固定在你的 一座的後方 然後慢慢的身體 回到正面 雙腳繼續踩動 還是維持很放鬆的姿勢 是腳放鬆喔 不是把身體放鬆喔 慢慢的上手 放回到我們的 綠色位置 輕輕的踩就好 試著再把你的阻力 轉輕半格 一點點就好 不要轉動太多 待會往後 還有放鬆的動作 好 慢慢的手移到我們的 紅色的位置 慢慢的腳跟 稍微往下壓 剛剛是用腳尖 現在是用腳跟的力量 把臀部推離開椅子 慢慢的輕輕的踩動 放慢速度 不用快 慢慢的 兩個腳跟盡量平行 好 腳跟往下壓 臀部稍微往後推 記得挺胸 感覺到小腿肌肉 痠痠蹦蹦蹦的就夠了 好 再一次轉動 換邊 還是兩腳平行 腳跟往下踩 慢慢的 慢慢的 右腳往下 右腳 先把你的鞋帶 先鬆開來 左腳抽出來 下來站穩 地板 再換右腳 兩腳打開 跟你的肩膀一樣寬 雙手安全的固定在我們的握把上 臀部向後坐 把你的胸慢慢的向後退 讓你的背部高起來 眼睛看著肚子 在這裡深吸一個 深深的吐氣 好 慢慢的站起來 左手抓著握把 右手輕輕的固定在腳踝的位置 雙腳保持併擾 肩膀放鬆挺胸 你不要把你的左腳膝蓋往後推 面向著我們的飛輪 輕輕的換腳換邊 手扶著肩膀 只是維持你的穩定度 一樣的 再一次左手抓著我們的握把 輕輕的 將你的右腳固定在我們左大腿的上方 腳尖勾 臀部向後坐 雙手盡量固定 好 輕輕的回來 一樣的動作 換腳換邊 臀部盡量向後坐 避免你的膝蓋向前傾 身體還是慢慢的往後推喔 身體回到我們的站姿 右腳往前跨踩一步 左腳向後 兩個腳跟筋量保持踩著地板 將你的臀部推向你右腳腳尖 往前膝蓋的方向 好 手放在大腿中心稍微往前 左腳往前踩一小步 雙手放在大腿上 慢慢的腳尖 腳掌朝著正前方 把臀部向後推 挺胸 看著斜前方 感覺到你大腿後側肌肉是被拉緊的 慢慢的勾起腳尖 慢慢的勾起腳尖 往我們的左腳往前踩一步 右腳向後 兩個腳尖朝著前方 腳跟都保持踩穩 把臀部推向你的 左腳腳尖膝蓋的方向 雙手放大的重心往前 右腳慢慢的往前踩一小步 右腳慢慢的往前踩一小步 雙手固定在大腿上方 臀部向後推 保持腳成垂直 眼睛直視的斜前方 一樣的姿勢不改變勾起你的腳尖 慢慢就感覺到小腿的肌肉也是拉緊的 慢慢的腳長抬下去 慢慢的腳長抬下去 並讓雙腳輕輕的站起來 把肩膀轉動 我們今天的練習就到這邊 我們今天的練習就到這邊 今天辛苦了 好 當你已經完成一個 艱難又辛苦的旅程之後呢 想必一定流到大家的汗水 那我們務必一定要先把我們 車上的汗水呢 完全擦濕過呢 替我們車子做一個保養 那首先你必須要準備一個 已經暫時的一個濕布 然後將我們的車身稍微擦濕過 那我們先從我們的手把這裡開始 首先先把我們的手把 先安全的完全拆下來 完全固定我們的手把的位置 稍微擦下來之後 稍微放在地板上 用我們的濕布 將我們的前端的一個固定器 稍微先擦乾 再來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的車身的部分 稍微一樣把它轉鬆 它是活動式的 所以你可以先把它拆下來 將我們的汗水的地方完全擦乾之後 再稍微把它裝回去 車身的部分的話 只要你看得到的金屬的地方 請你完全稍微擦濕過 包括我們的兩個支架 請你完全的將汗水完全擦乾 很簡單的一個動作 就完成了我們的車子的保養了 不小害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